大家好 剛剛看完《來自天國的賀才》 非常非常動人的一部電影 然後得知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讓我更加的感動 在看整部電影的過程當中 你都會有一種 怎麼講 就是幸好這個世界上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是讓我們知道說 就是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社會上 是有如此溫暖的人情在 所以非常推薦這部影片 然後尤其是 對於追求夢想的一些年輕人 在這部電影當中 你可以看到追求夢想 真的是一件非常美麗 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 非常推薦 謝謝 這一部電影是 《來自天國的賀才》 是4月的 《芯片王阿布寬》 最瘦的演出 然後也最真知動人的演出 我覺得其實這部電影 它沒有用很多花俏的手法 去讓你煽情 刻意讓你哭 但是其實那個感動 會拉回你很多時候 可能是你年紀很小的時候 或是你過去一些 很難忘的片段 它會把你的時光 稍微拉到你年輕的時候 然後很簡單 很純真的那一份感動 是很真摯的 不會那麼多虛假的包裝的 我覺得很值得推薦這部電影 又是你年輕的 為何要做到這裡 為何要做到他人的 昔是有很多人 幫助給了 現在的年輕人 沒有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像是你年輕人 像是你年輕人 我還有一伍的想法 只能無法忍 Let me Hear me 我未曾看到運動 但是他把你喝了他的工作 完成了 我會別忘記 你們也許別忘記 我會告訴你 心裡生疼 快我要 ありがとう 天国からのエール